好 开始吧 开始吧 保持安静啊 好 今天我们就开始 正式开始分享艺术故事 其实每个人讲一章 然后 第一个导论 就还是由我来进行一个分享 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学习 我也是一个萌新 这个导论呢 基本上就是贡布里希 来讲一讲他整本书的一个思想脉络 就《艺术的故事》这本书 虽然他写的非常浅写 这个文字表达很清晰 因为他本身就是给中学生写的 当时是作为一个普及的读 但实际上在背后还是潜藏着 他的艺术史的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他的另一本书 就是《艺术与错觉》 因为那本书你可以理解为 它是艺术的故事的一个注视 就相当于可能会以更加理论化的 语言来进行一个描述 然后艺术的故事呢表面上是用一个 非常浅显通俗的语言来讲述 讲述他的艺术史 但实际上就可能如果你只是简单的看 你可能看不出他背后的那个脉络 但实际上他还是隐藏着他的一个脉络 然后从导论中我们可以看出 就大概可以看出他这个脉络是什么样的 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那左边就是导论的具体内容 右边就是我的那个纲要 那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特别有名啊 就是没有艺术这回事 只有艺术家而已 我们看到中文的 中文的版本 他把艺术两个字给加粗了 然后你们会发现里面有的艺术是加粗的 有的艺术是没有加粗的 比如这个是没有加粗的 这些都加粗的 那如果你去看英文版的话 会发现这些加粗的艺术呢 它是一个大写的艺术 所以我这里简单摘录了一个 就是它前面 就第一段的一部分的英文 比如说第一句话 它就说 There really is no such thing as art 然后这个art就是大写的一个a 我们看到后面 它有一句话就是说 就叫这些艺术活动为art 这个art是小写的 然后后面它又跟着一句话 就说只要我们意识到 并没有 并不存在一个art with a capital A 就是大写的艺术 就这边翻译的就是 这边翻译的就是根本没有大写的艺术其物 所以它这些加粗的艺术都是大写的 所以这个大写的和小写的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在这大写的艺术其实是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带有一个价值判断的一个艺术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像他举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艺术家刚刚完成的一个作品 你说它不是艺术 你这句话其实就在下一个价值判断 也就是说他创作这个东西不能登上艺术的殿堂 所以这个大写的艺术它是有一种美学的价值 或者它是有一种神圣的光环 它代表了一种超越性的一个作品 或者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杰作 所以如果用大写的艺术去评判的话 它就会把很多东西给排除在艺术之外 比如说有很多可能实用的器具啊或者什么 我们可能就不会将它称作艺术 但是贡布里希在这里 他是说他就不考虑这个大写的艺术 而是说把那些所有的 他叫什么图像制作 这个制作出来的东西都叫做艺术 而且他这句话 嗯 而且这个背后它其实反映了一种艺术史的一个 就现代艺术史的一个转变 就是从19世纪开始有很多艺术史家 他就他也不用那个大写的art 而是以一些比如说绘图图像 或者视觉表达这样一些词来代替 这个反映的艺术史 它是从一个美学的维度变成一个科学的维度 就是说我们研究的是 呃 这些图像制作的过程 或者这些图像风格的演变 以及它为什么这样的演变 去研究艺术创作这样一个过程 而不是说哪个画好 哪个画是艺术 哪个画不是艺术 这样去进行个价值判断 就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美学的经验 所以包括贡布里希我们上次也提过 他本来是维也纳学派的 然后那个学派 其实他是带有一个实证精神去研究艺术史的 所以他在这里 他是反对这种大写的艺术这样一种说法 我们再回答第一句就是说 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 这句话他其实不是贡布里希的原创 他是他老师施多塞尔 就是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 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 引用的这句话是更早的 19世纪的一个人提到的 所以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包括他后面这一串解释 就是说艺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或者说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 他是人进行一个人为定义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在不同的时代或者不同的文化中 他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甚至都说没有我们现代理解的这种艺术 大家可能就是去制作一个东西 就很多当时可能就不叫艺术家就是工匠 然后到了到了近代才开始慢慢有我们现在所谓的艺术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 那个艺术的范图也不一样 比如说在中国 可能你这个书法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 但比如在西方的话 因为他那个字母文字 所以他书法这一项 他其实就像一个艺术的范图 所以总而言之 库姆李星雍这句话就是 他反对就是一种先上学的传统 就说我们不去纠结这个艺术怎么定义 或者什么是艺术 什么不是艺术 而是来看所有这个历史上 就是大家进行这种图像制作的这种活动 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创造 所以他这个艺术是说更具体的 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本质的东西 而他在 他在自己的那个采访中 就是我们之前 就是上一期也提到过一本书 就是他接受那个 埃里棚的一个采访 他就讲到了艺术的故事实际上 他讲了两件事 他对应着 就我们小写的艺术 或者说这个更泛化的艺术 它的两种意义 一种就是某种类型的图像 就它是一个更广义的艺术 而这个图像呢 就没有不带有什么也经验 或者不带有价值判断的 它就是一个图像 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图像 或者说我们觉得很一般的一个图像 但它也纳入到这个艺术的范畴 而另一种就是有价值的艺术品 这个可以归为一个大写的art 尤其是近代出现的这个fine art 就是所谓的美的艺术 或者说美术 所以他讲艺术的故事实际上讲了两件事 一个就是人们制作图像的故事 就是针对着前面这种用法 然后还有一个是制作好图像的故事 就针对着后面这种用法 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它也是选择了非常多的我们所谓的杰作 来进行一个分析 所以它在这本书里面 还是讲了很多制作好图像的故事 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它在这本书里面 指出的艺术用法 我们可以稍微延伸一下 就是刚才说到书法 那其实包括很多 就比如说建筑式的艺术 或者是比较突兴的那个小便器 就是那个路上那个犬 它就是相当于也是引发了很多争议 在当时 所以它属于艺术 其实这都是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 或者是人们的认知来进行一个变化 我们看这张图 它是一个现代的雕塑家的一个作品 是布朗普希 它这个雕塑就跟古代雕塑很不一样 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造型 它把这个艺术品 或者把它雕塑的这个作品 命名为Bird in Space 就空中之鸟 而这里就背后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就他一个朋友 就他做完这个作品之后 他其实做了好多件 因为他这种用这种金属啊 或者是什么雕塑的话 他可以很快的做出多种作品 他一个朋友当时就 因为这个雕塑的 就是布朗普希 他是宝马尼亚人 欧洲人 当时应该是一个美国 他的一个美国的朋友 就买了他的一个其中一个雕塑 想要带回国 但在海关的时候 就被拦下来了 因为当时有规定 就是说艺术品的话 是可以不纳税的 但是如果不是艺术品 是一个别的什么商品的话 他是需要纳税的 所以海关官员就觉得 这东西不是一个艺术品 是一个什么厨房用具 或什么之类的 就说这个得交税 但那个朋友他说 这就是艺术品 叫空中之鸟 那那个就因为这件事 后来就是一直打官司 就就就就开始到法庭上 进行一个辩论 就就是为了确认他要不要 那个纳税就特别特别逗 然后这个当时辩论里面 那个法官就就跟那个人说 你说这是一个艺术品 那叫空中之鸟 那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树林里面 那猎人会不会朝他开枪呢 那人当然说 这个应该不会 那为什么是叫空中之鸟呢 为什么他是个艺术品呢 所以所以其实这个背后 你就可以看出 就包括后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就是 艺术品是不是要有逼真的效果 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这也可以看到其实随着艺术的发展 或者说人们制作图像 制作物品的发展 就对于艺术的认知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的 当然这个法官 这个辩论最后 好像是那个艺术家就不想呼吸 他直接过来说 这就是我的作品 经过一系列讨论 就最后还是 法官还是觉得 既然这个创作者说是个艺术品 那就是个艺术品 所以最后还是没有交税 对这是一个最围绕这个作品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所以它其实也是反映了艺术的定义 它是不断的变化的 它的范图也是不断变化的 然后这里有一句话 应该也是贡布里希在采访里面说的 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就是说他说 特别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很多志向 就是说制作图像 它并不是为了去表达自己的一个 美学上的一种东西 而是说它是做一个很实用的器具 对它可能是个器具 或者是个图腾 反正它都是有实用价值 那顾米希就在这里说 因为他如果做一个实用器具 他主要是看来是技术 对他说如果技术的表现变得和功能一样重要 甚至更加重要 他会说艺术就此 也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你做一个杯子 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杯子的话 它可能不能称得上 就以我们现在眼光不能称得上 是一个艺术品 但如果你在这个杯子上用到很高超的技术 叼成一个什么东西 叼得须须如深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技术的东西已经超越它作为杯子 这个功能的东西 他可以用艺术这个词 当然这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眼光去看过去的一个作品 然后还有这句话的后半句就是只有艺术家而已 这里显然强调的艺术家的重要性 这也是贯穿他全书的一个分析方式吧 就是说 因为他之前我没提到他受那个波克尔的影响 特别注重一个叫情境逻辑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会把艺术家放在当时的时代 以及这些艺术家之前看过同时代或者之前时代的其他作品 然后当他要去创作一个新的艺术品的时候 他会要去解决他的问题 以及他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他要如何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强调艺术家在整个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 且非常主动性很强的一个作用 在他全书分析中会反复提到 然后这就是基本上就是第一句话 其实可以延伸出一大堆的东西 然后下面这一部分 其实就是我看那个范锦忠老师的监柱里面 他还是对艺术做的一个 因为我们之前说艺术的范畴是在不断变化 他就对这个艺术做的一个梳理 这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艺术这个词 艺术这个词它在过去 它在过去跟我们现在完全不是同一个意思 就在希腊时期或者是拉丁语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什么 是技能和技巧 就是说 在那个时期艺术它和实用是非常相关的 可以看一下 就如果我们去搜一下就是说 我们知道西方有一种叫人文教育 或者叫博雅教育的一种 一种那个教育方式 就是说你要学习很多 跟古典文化相关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它是 非常实用性的 或者说有部分是实用性的 比如说在古典时期它就是 我们先注意这个词 人文教育虽然我们现在这样翻译 但是它其实它的英文是 liberal art 就是一种自由意识 如果按那个艺术那个词的翻译的话 就这么翻译 它的古典时期是包括七亿 你看这些里面就是文化修辞 辨证算术几何天文乐 显然比如说天文几何算术这些东西 我们肯定是不会归到现在的艺术 文化修辞 音乐可能勉强就是 还能跟艺术沾点 就我们现在的 辩证也是个逻辑的东西 所以可以明显看到它是一个极具实用价值的 或者说它是一个技能 而不是说我们现在一种审美式的 一个范畴 三个年类似的 比如中国有六亿 然后 古希腊有那个 尤斯女神等等 但这里面会包括一些实用性的东西 所以说在古代 这里就体现出在古代 就艺术这个词 它最早 跟我们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就是一种实用技能 或技巧 那在之后才慢慢的 会把某些东西归到 归到有审美价值的一个范头中 比如说那个 古典时代晚期 那个菲洛斯 菲洛斯特拉托斯 他就把诗音乐绘画所雕刻 从工艺中区分开来 但它这里归入的是 一种类似科学的东西 但这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带有一定神秘价值的东西 包括到文艺复兴时期 达芬奇他也会把这些造型艺术 从纯手工的实用的记忆中给分离出来 但其实哪怕到文艺复兴时期 其实在艺术创作上 就它还是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很多画家 或者雕塑家 他做的作品 其实不是自己 自己想做才做的 而是有委托人 所以他们还是为 为另外一个人 或者为一个 另外一种需求去创作艺术品 就跟我们现在的艺术还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 三二次或者美的艺术 它是到18世纪才出现 这种美的艺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这个时候人们去创作 就才会为一个 纯审美性的东西 纯自发性的东西 去创作一个 成为艺术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 现在的画家如果画一幅画 他可能就会去办一个展览 就是给别人看 去让别人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东西 但比如说你在 哪怕在文艺复兴时期 他们做出的那个画的画 他其实是要给那个委托人的 还是挂在自己家里或者怎么样 而不是对公众进行一种表达 所以基本上到 18世纪再往后 我们才慢慢有这种 翻二次的这种观念 并且又把 又把它从实用的艺术中 再次去分开了 比如说你看 在迪德罗的那个 那个全书中 基本上就是把艺术 轨道艺术里面有绘画 雕刻 建筑 诗歌 音乐 当然我们如果从一个狭义的美术史来看 就是诗歌和音乐 它可能还是放在另外的一个范畴 那比如说我们看 《艺术的故事》这本书 它主要还是讲的 绘画、雕刻和编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者 其实它是带有一个图像的一个意味 就它是视觉上的 叫image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们说比较狭义的艺术史 那就是 所以它说是图像制作的历史 所以它是一个视觉上的东西 突然到今天又有一些新的形式 比如说摄影 电影 甚至可能游戏 现在也把它称为第九艺术 还第几艺术 就随着新的一些 随着一些新的交互方式 或者媒介的发展 那艺术这个领域 或者我们说视觉 艺术这个领域 也会继续扩展它 还有这里是 范琴棕老师列的一本书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讲述艺术这个概念是怎么变化的 好 那这里基本上就是 第一段的内容 因为第一段 这句话比较关键 所以阐述比较多 然后 然后贡美西就开始提到 我们为什么会喜欢某一件艺术品 对 对 他这里提到就有可能是 有可能激发你某种情感 或者他传达出了我们在自然中看到的一种东西的美 然后他举了一些例子 就是 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描述的东西是确实很美的 比如说路本斯的这个 小呢 就是他儿子的一个画像 但有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我们就是 他描述内容可能不是那么美的东西 但是他描述的非常的 或者他表达非常的 非常地 表达出来那个 物像的特点 比如说哪怕他是一个 衣衫男女的人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他画出了他的特性 让我们也可以在其中 感受到他的美的那一面 然后引发出我们的喜爱 这里举了一些一系列的例子 这个我们可以略过 像这里比较有 我觉得比较有 有其他意义的 就最后一个对比 就是画的那个耶稣 耶稣基督 他对比了两个图像 就显然前一幅是 我们可以说是极为写实的 就是很逼真的那种 画 然后后一幅是 略带有一点抽象性的话 他可能是通过一些 线条和一些形状 来突出基督的这个 情绪 那显然他们的表现方式 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打动我们 但很多人更可能 就特别是如果看画比较少的 他可能更多的被第一幅画打动 而第二幅画的表现方式 他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门槛 你需要看过一些同类的作品 或者能了解画家的这种表达 那你可能会被他打动 所以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艺术表现的问题 对 那在这里就是如果在监柱中 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梳理了一下 艺术表现的一些理论 当然这个理论会非常复杂 但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有两条线 第一个就如同第一幅画 就像阿尔贝蒂他在绘画论中说的 就是说动作姿势或者面部表现 对其比较重视的话 就可以在情感上打动人 就像 所以就像我们看第一幅那个 低度的那个像 然后第二幅更贴近普桑的一个 一个理论 就是说它是 图画的调识 modus论 就是这个调识它是来源于 音乐里面的那个调识 而它什么呢 它是一个更加抽象的维度 就不完全是 你表面上表现的那些面容和姿势 而是这个画中的一些线条 或者色彩图形等等 所以我们看第二个基督 它显然就是用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线条 来进行一个表达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基督的脸 它是非常生动的表达出了 它那种受难式的一种 一种情绪 就是它的你看它眼睛和那个脖子等等 它的那个线条表现其实非常强烈 所以它这个特别在我们现代 就是往后近代或者现代的画中 其实是有很多画家 会通过这些东西去进行一种表达 那比如说 比如下面这个图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对这个画 或者这个小图像有点远迟 有没有人知道它是美图画里面的 以及它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像个什么 嗯有一点点接近的 但这个画的风格其实可能如果大家 大家看过的话应该能很好的猜到吧 对对对对对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 叫点彩 这个这个作品其实还是挺有名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人回答吗 没有的话我们就揭晓答案 是这个大丸岛的星期天下午 对然后它出现在这个位置 就可能很多人会忽略的 所以这是个什么呢 你们知道吗 这是修拉的一幅画 就是乔治修拉 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那种画法 就是用点彩 虽然这幅画其实它并不完全是用点彩画的 如果我们放大看 它其实不完全是纯的点 它还是有很多线条的东西 对估计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这个 但你说对他确实是一个 是一个人 但这个人他是一个背面的照片 背面的那个像 所以他其实戴着一个帽子 然后挂着一个那个头巾 然后他头巾是往后披的 所以很有意思 就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修拉他在这幅画中 他就不是 显然不是用那种我们所谓的自然主义 或者传统的方式去表现 他是用一些形状以及色彩去表现 像这个人很显然他就是 你看他这种对称的身形 以及这种非常圆的这种头 他就是用一个形状来进行一种表现 这显然修拉他就是说到 主方的这种方式 这种调试的这个去进行一些艺术表现 所以当然这个如果我们在 后续的艺术作品特别现代艺术 那这个有很多 所以 所以 所以贡布里希在这里提到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看作品越多 也就是说你对这些手法的理解就越深 或者你至少见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 你就能更加去 就能欣赏更多的作品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去看艺术史 或者研究艺术这些东西 那你不光是看书看它的发展 而是要去看很多作品 尤其是原作 与博物馆艺术关系继续派研究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趴 下一趴是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重点的一趴 也是跟艺术的故事非常相关的 相关一趴 就是说 因为他在后面他就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赞扬艺术家表现自己所见书的记忆 最喜欢看起来逼真的绘画 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就是逼真 那是不是越逼真的画就是越好的画呢 或者说我们到底什么叫画的正确 或者说艺术家他创作这幅画是为了完全的在线自然吗 这是一个贯穿整本书的一个问题 当然他这里举了一些例子 其实他是说逼真并不是最重要的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这种逼真 可以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来说 他这里举到那个伦伯朗的大象 以及丢乐的那个兔子 他们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以及毕加索 他自己画的两只鸡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一只是比较写实的 而一只是比较夸张运用的一些 就是不完全是写实的那种方法 很明显 比如说我们看毕加索的这两幅鸡的话 其实我就想到那个之前看 丹娜那本艺术哲学里面提到一个观点 因为我们看到很显然 就是第一幅画就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鸡的一些样子 而第二幅画 他表达是什么 他并不是去完全在线这个鸡的样貌 而是去表达他的特性 或者说他的特点 而且是用一种很夸张的方式去表达 所以丹娜他在艺术哲学里面也提到过 就是说艺术家去创作的时候 呃他首先要梳理清除一些关系 然后找到这个事物的主要特征 然后用艺术创作的方式 将这个主要特征给凸显出来 所以他不完全是一种纯粹的模仿 而是要把现实去做一个抽象的变形 所以他把这只鸡的嘴巴画的特别大 然后然后保护他在打 就是非常非常用力的那个吼叫的那种感觉 以及他的这个翅膀是完全平平的飞起来的 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机关也是画的非常的尖锐的那种感觉 他就通过这些抽象式的变形去凸显这个鸡的这样一种特征 所以说呢比如说 所以我们会说艺术家他其实对现实是非常敏感的 因为他们可以敏锐的捕捉到 呃这些每个事物他的主要特性 然后将他表现出来 因为因为其实很多普通人 比如说我们就是感受力没有那么强的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不太能看得出某个事物的一个主要特征 所以其实说你可以说人本身有这样一个缺陷 所以他就要通过艺术来进行一个弥补 就是更加深刻或者更加明显的反映出这些特征 那这是一种方式就是非完全避震的方式 他是去凸显异数的凸显事物的一个主要特征 那还有一种方式 比如说呃中国的这个画 特别是文人画 就是说我们其实知道文人画里面很多东西 他并不完全对应到自然中 就是说他可能会 比如说这一段我引的是那个高绪汉的写那个 读说中国绘画史 他就提到呃文人画 他画的东西呢 并不是说比如说有一个山有一个水还是这样 然后他就去画这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山水 而是说他要画出他心中的那个 意境或者说他心中的心中的山水 而这个山水他跟现实中的山水是不一样的 就他有可能会用一些更古多的笔法 或者是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一种表达方式 比如说比如说这里面在南宋的时候 那个苏绪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人画的一个创造者 但现在可能有很多话也不确定是不是他的那个真迹 但其实如果你去看那些 就是至少是传为他做的那些画 其实他画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他画的那个树枝他要转一下 一个圈让我这里没放土 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就是说他跟自然中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但实际上他是通过这样的画去抒发他内心的一些感受 所以这里就是说文人画这种方式 他其实表现的是什么 不是自然而是人的内心事件 但高纪汉在这里提到就是说 西方其实是比较晚才出现这种想法 19世纪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很多东西就完全不是去表现自然中的东西 而是比如说抽象画或什么 它就是完全是表达你内心的一种观念 也就是说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不去完全用自然主义的方式去求得逼真 它表达更多是一个观念 所以无论是做一个夸张的表达 还是表达内心事件 实际上它都不完全是去为了把这个画画得越逼真越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摘了一下供比西的另一篇文章 就是木马陈思路 这也是非常他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 然后它在这里探讨的就是在线 就是这个 location 就是它的意义 其实我们可以把画家画画或者说艺术创作 看成一个在线的一个过程 但在线具体是怎么在线呢 就比如说我们说它是完全去 一模一样的把自然之中的事物给展现出来 还是说它是通过某种别的方式去展现它的一个特点 或者表达它的方式 这里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我们看木马陈思路 它这个题目源自于木马 那下面就有一幅画 对这是一个属世界幅画 但我们看到中间这个小孩 就木马是怎么来的 木马其实是你可以理解为就一个小孩的玩具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木马 就它其实就是一根棍子 虽然它把那个头还稍微叼了一下 甚至你不去叼这个头 你就是一根棍子 你也可以把它 对也可以把它视作成一个马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你小孩可以骑在它上面去玩 或者你任何一个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马来骑 在骑马的过程中 你其实是在表现你 比如你骑马的这种感觉 或者你想就这种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骑士这种东西 特别在中世纪是有非常显明的那种意义的 或者它背后有一套价值观 然后小孩 比如说他如果想觉得自己是个骑士 他可以找一个木马来进行骑 所以这个地方反映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说像这个词 就一个东西像什么 比如说这种棍子 它如果在外形上来说 它完全不像一匹马 但它在什么程度上是跟马相同的呢 对就是功能 所以它实际上是 它是把它当马来骑 而不是说它是像 就是在外形上很像一匹马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这个木马和马是有相似性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起就提到了 它是 它这个像或者说 它这个之所以能替代 是因为功能相似 而不是形式或者外貌相似 这个我们能想到什么 我们想到的是 心里能想到一些原始社会 或者说很早的时期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艺术 比如说图腾 比如说时期时代的一些雕刻 或者他们画的一些东西 甚至我们说文字的诞生 特别像型文字的诞生 那在那些东西上 它显然是不是去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做的 比如说一个图腾 比如说是一条鱼 我不是说它画的跟完全真的鱼一样 而是用某种抽象的形式 来让大家知道 至少知道这是一条鱼 然后这个鱼它作为一个 比如说部落的图腾 能起到一些 这个祭祀的作用 等等 巫术的作用等等 所以这里面很显然 它强调的是一个功能 所以库姆里基在这里提到了一个概念性的误想 就是说这个 而且他提到一个观点 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是完全正确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思考 就是说一件作品的功能性越强 它作为替代的作用就越明显 实际特征越不惊喜 但这主要是针对就是古代的 但其实你想现代的艺术也是这样的 就它如果要作为一个隐喻 或者什么东西的话 它其实不完全跟实际的东西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表达了一个 一个艺术家观念 实际上也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 那所以比如说我们部落的图腾 它不一定要做的跟实际事物一样 它只要让人知道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鱼的替代品就行 但是它在形态上还是有一定的相似点的 只是并不一定要完全做到完全相似 那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一个图腾 我们知道这是一条鱼呢 我们知道这是一条鱼呢 这里在这里供比西也提到了 就是说其实人是可以脑补的 不光人可以脑补 动物也是可以脑补的 他举了一些例子 就比如说 比如说如果你去给一个鸟 做一个就是比如说小鸟看到它妈妈回来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反应 张开嘴 但实际上你不一定要真的换一个那个鸟 就做一个类似的一个 这个黑色的圆形物放在哪 它也会张开嘴 甚至这个鱼也是 你弄两个那个简单的原点 它也会上当说片就以为那是它的妈妈 做出对你的反应 就包括接台 有一个例子 当然那个可能是更 就不完全是相似的这种特点 它举的是什么 那个比如说你给狗去扔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会去捡回来 但如果你只是去做出这个动作 有时候它也会进行反应 认为你要去扔这个东西 实际上它也在进行一个 对 它在进行一个脑补也好 就是说它在预想 预想你要扔出去 就像这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相对抽象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脑补出它对应的那个实际的物体 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在说 就是我们志向的这个 特别是在如果你要表达它一个功能性的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你不需要把这东西画得特别像 也可以 当然它这个说法呢 我们可以就是不一定完全就是说它说的就是对的 因为也可能就是比如说特别在古代的时候 就它确实没有掌握那种技术 想透视啊这些东西 因为那些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抽象的思维 你才能才能知道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说我们如果看那个绘画的历史 就从抽象或者说不逼真到中间是去追求一个逼真 再到现在它可能又不追求逼真了 然后这个环形还是挺有意思的 或者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画就跟小孩画的一样 就小孩画的东西呢又跟原始人画的东西一样 对但这个里面就确实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其实它还是回答那个问题 就是画不一定要画的逼真 这个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当然它这里面后面我还截了几张图 一个是一个是艺术错觉那个画猫的那个 当然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圆再画一个半 再画两个三角形 再画一个尾巴就可以把猫画出来 对 当然它这里还表达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画任何东西的时候 就绘画的时候 哪怕你是要去再现那个真实逼真的物体 但你画的时候 你可能是通过某种模式去画的 也就是说它这里说的 我们就无法静止的模仿一个物体的外形 而是要学会某种套路 就去构造那样的形式 就像下面这个我是从莫老师之前的那篇文章里面接的图 你看它画一个人的头像的时候 它不是说我就是一笔一笔就是完全按照那个人的样子去进行画 它是有一些 它是先要画一个框架的用几个圆给画出来 然后再进行一些细节的修改和加工 所以就是哪怕你画家在做画的时候 你也不是按照完全在线自然的那种方式去画 你仍然是你用你头脑中的一个方式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这个点其实就引出了它后面的 后面提到赛马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说画画画的正不正确 他说到有句话就是说我们有个很奇怪的习惯念头 就认为自然应该永远跟我们死风见惯的图画一样 这其实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就是说觉得应该是逼真意 而且我们觉得某些画它画的确实跟自然非常像 但实际上赛马的这个例子它举得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看到赛马的那个画 它是四脚都是腾空而起的 可能很多人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马就是这样跑的 但是有人做了那个就有了摄影技术之后 去拍这个马跑的实际的样子会发现 没有任何一个石和马是四脚腾空的 所以它总是有着地的 那这个说明什么 这说明画家在做画的时候 他并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 而是说画他所知道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认为马是这样跑的 所以他才这么画 而实际上马并不是这样跑 虽然我们可能在没看过这个摄影展现出来的马的奔跑方式之后 我们觉得这幅画画的挺真实的 但实际上他确实错误 这就是贯穿全数据的所见和所知的一个观念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画画这个人 他其实也不是完全就是说你就看到这个人 然后你这么一笔一笔这样画 而是说他先是头脑中有一个人的概念 这个人的头是几个圆组合成的 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 然后再这样去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到时候我老师可以来分析一下 作为一个学画画的人 所以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其实他是画家 特别是比如说他要去追求 哪怕是追求这种逼真的画法 他实际上是在用一种错觉的方式来进行创作 那比如说他在工笔记在艺术与错觉里面 他就也举了一个例子 就说一个圆球 就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圆球的概念的话 我们如果看到 就假设你就想象你啥都不知道 你就看你眼前这幅图 前面放个圆球 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个盘子 就它是个椭圆 就是或者说你从某个角度看 它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盘子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圆球 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圆球 是因为你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 知道有球体的存在 以及你可能触碰过这个球体 就是你其实在你的头脑中 参加了触觉的东西 而不完全是你所创造的东西 然后在你去画这个球体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是个立体的东西 然后你比如说你的光影 或者怎么样 会去进行一系列的表现 所以这个例子也是反映出 其实我们画的时候 创作的时候 其实你肯定是有 头脑中是有一些观念的 是有一些知识的 不完全是你去画你看到的东西 所以你也不可能 精致工不理系 觉得你是不可能完全 就是完全去画你所看到的东西 你头脑中总有一些 已经存在的对 已经存在的东西会影响 对呀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点 包括我们说的透视啊 近大远小 这些都是已经存在于你头脑中的东西 所以你把那个 你要你画透视的时候 你要画什么条线 就是汇聚到那个灭点上等等等等 其实就是你头脑中那个东西 在辅助你去进行做作画 所以他就提到就是自然主义的绘画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一正的绘画 他有一个悖论就是 就是我们 对就我们看到的东西是 立体的或者是三维的 但是你的画幅是二维的 你要把一个三维的东西 缩减到二维的平面上 就我们会 我们如果看多了画 画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甚至我们知道透视这个观念的时候 会觉得它是非常自然而然的 但实际上 你如果不知道这些东西 你会觉得它是非常神奇的 就像可能一个古埃及人 或者一个原始人他画画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去画那种 当然这个公里写一个观点 为什么他不去画那个 透视的东西呢 因为他觉得 他就没有这个观点 他可能就觉得那个画 画出来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表意的一个东西 或者说它是一个替代品 替代真实的一个事物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进行那种透视 逼真实或者自然主义的画 所以 我们必须把这个三维的东西 放到二维的平面上的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看成是自然主义绘画的一个悖论 或者说它深植在它本身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中我们也发现 就是因为无法完全的无法完全真实的画出你所见的东西 所以通过通过这个观点的话 公里写就进一步延伸了 就是说 就是我们看画的时候 就不必要再去把头脑中去想想象一个东西是什么样的 而是可以用一个更开放的视角去看一些画 比如说天不一定是要蘸蓝的草 不一定是要青的等等等等 所以它这里提到就是摆脱你的先入之鉴 对于创作和欣赏都是有益的 以及它就延伸出去就说 看画可以教会我们如何看待世界 因为它说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观点 就是说人无法画出他看到的东西 因为他头脑中已经有一些知识和观念 然后这些知识和观念 其实每个人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如果你看到一幅画的话 比如说在印象派出现之前 我们大家觉得那个画都应该是画得非常清晰的 等等 但是印象派它打破了原来那种画法 但是人们比如说已经习惯于印象派的画法之后 他再去看自然他就会发现 好像这个大自然就真的是印象派的那些画家画面 就像我们去看一个 我们看一个风景 它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是一样清晰的 而是你眼睛是有焦点的 然后或者你看一个圆景 它其实是模糊的 只是有一些色块等等 这些东西很有可能 就是你如果自己去观察自然的时候 你是不太能意识到的 但是反而是通过一些画 你可以意识到原来我观察世界 我看的世界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他就提到 就是我们看这个画 其实是可以破绽我们看待世界一种方式 比如说他自己就非常喜欢毕沙罗 也是一个印象派的画家 然后他说如果你问我 这个世界叫我看来什么样子 我会说他看起来像是一幅毕沙罗的画 放了一个毕沙罗的画 画那个蒙马特林大道的夜景 其实像那个夜景这种东西 其实也是19世纪 就逐渐出现了 因为有了电之后 它的夜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毕沙罗他画了很多蒙马特大道的 风景有白天那个晚上的 所以他这种印象派的画法 跟你是你远看的话 其实是他确实是很好的 捕捉到这个 对你可能一瞬间看到那条街的那种景象 就是这样 就是各种光点 还有混在在一起有很多颜色 就很可能你看完这些画之后 你再去看这个街道 似乎他又变了一下 所以他当然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来 就是说不同的人 为什么说这种 这种画会影响我们看这个世界呢 或者说甚至说我们知识 是会影响我们看待这个世界 比如说你气象学者 你看那个云彩的方法 就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普通人可能看不到 所以这就像你看到很多画之后 或者看到一些现实表的方式之后 你也可以发现现实世界中 你原来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色彩 或者一些光影等等 比如说莫老师学画的话 我觉得他跟世界的方式应该也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 总而言之这些观点都是反映了他对纯真之眼的一个反驳 纯真之眼是拉斯金的一个观念 比如说我们是可以 就是说可以完全不掺杂任何的其他意识 去完全观察到自然本身 但公理系认为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论述 比如说这些观念就是觉得 这种纯真之眼是不存在的 你不可能完全画出你纯粹所见的东西 甚至你所见的东西 它都掺杂了你自己的一些意识 跟你过去的经历 看过的东西都有关系 所以甚至我记得那个访开来问他 就是有人说 甚至说我们可以看世界的方式 变成一种立体主义的 立体主义画拍画的那种东西一样 包括他在艺术的故事里面 其实选了那个索克尼的这个 我的母亲 这是他两幅作品 他用这种照片拼贴 复合拼贴的方式 就有点像镶嵌画 来展现他母亲的样貌 到我们初看上去会觉得挺动乱 但是我们再仔细一看 可能你看一个人的印象也是这样的 就是能看到他不同的面 然后一眼看上去 他可能是一个模糊的 然后复合的一个状态 这可能就是艺术能给我们 带来了一些改变 或者他打开了我们 看这个世界的更多的一个视角 我发现整本书它其实都在说就是所见和所知的 这样一种矛盾也好 或者一种辩证的状态也好 以及他会在书中提到很多人们是如何去解决方前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时候是需要在画中形成一个比较稳定 或者比较特别化宗教画的时候 你是需要形成一些有秩序感的构图 但是同时你要去追求一些逼真的效果 那在这中间就会有一些新的方式给创造出来 所以其实他是在整个所见所知之间的一些探索 就是那些艺术家 甚至你到印象派 他是怎么去追求他要真实的捕捉到那种 自然的在光影下的那种瞬间的状态 就是粗畅一下好像画的什么玩意儿 但实际上再看就会觉得 我们看自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卡拉瓦乔画的是马太 两个图 一个把式马太画成 这里其卡拉瓦乔 他其实是做了一小点的创新 这个创新在整个艺术社发展过程中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艺术家 因为贡务里希他自己是特别提倡 或者是特别赞同 就是艺术家的个体的力量 就是他在解决他问题的情况下去 去进行的一些超越前人的做法 比如说卡拉瓦乔画这个是马太 他就不用以前前人画那种圣经题材 就非常严肃 非常正的那种方式 而是用一种很写实的方式 他去画这个马太 因为他是一个劳 算是一个劳动的劳动者吧 所以他就把它画成一个 衣衫比较蓝绿 然后或者一个皱纹啊什么的 都表现出来 就是用一个更真实的马太 去放到这幅画中 但是他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 就特别是那些虔诚的一些教徒嘛 我觉得不应该画成这样 而是要把圣感派画得更正一点 就还是像原来那种画好 所以他就重新画了一下 就是后面这 让他穿个长袍 就是更加偏那种古典的样式 所以这里 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我把它理解为 就是用一些新手法表现旧题材 同时 同时他可能会激起一些人的反感 但实际上这些反感 并不一定是有一个 有一个很很正确的根据的 甚至可能当这种创新的画法 成为一种新的时尚的话 可能您的那个观念 就会改变过来 所以刚刚莫老师提到一点 就是画石高相的时候 要触摸一摸 就能更深地理解它的结构 就是我们所说的触觉 你要通过触觉 印在脑海中 是通过触觉那个东西 去画那个物体 而不可能你就是 假设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纯看一个东西 就能把它画出来 或者说它是很难的 而刚刚这个例子 就还有一个例子 在那个甄生艺术史上 看到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这幅图 它画的是圣母像 但是这个圣母像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圣母像完全不一样 首先它是一个黑人 而且它周边画了很多生殖器 就等等 就是一些 就你触判 触判就是说 特别一个前传教徒 我看到就会觉得 这完全是瞎搞 然后完全是玷污 玷污这种宗教的题材 而且 而且你们看到这幅画下面 有两个 两坨东西 这个东西是码粪 它是用这个码粪 把这个画给撑起来的 这就是一种完全新的说法去表 去表现圣母玛利亚的这种题材 所以它 但它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说 它画的这些图像 包括这些生殖器啊 这个码粪啊 在非洲的 比如说在非洲那个环境下 这些都是非常的神圣的东西 就因为那个母性生殖器 它其实是有一种生殖崇拜 它和种族繁衍是有关系的 而且 而且这个 这个是大象的分别 这个大象的分别 在非洲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就不是 不是说是一个 一个我们看到很普通的东西 它是一个神圣的圣物 所以它的这幅画的语境 是在非洲的那个语境下 但是它显然就会触犯到 比如说它这幅画是放在美国 就会触犯到 美国特别是那些保守的教徒 所以当时这幅画展出的时候 它前面是放了一个 放了一个板子吧 就透明的那种玻璃板还是什么 就防止有人去毁坏 毁掉它 但是仍然有人好像是跑到那个玻璃板 后面去涂抹这幅画 以及当时好像还引起了那个 是市长还是谁 反正也是一个保守的教徒 不满说要不给这个 博物馆提供经费了 但是它最后也没有得逞 但这里你可以看到 首先可以看到文化 它在不同的地方是有 差异是很大的 就在一个地方很神圣的东西 在另一个地方觉得特别粗粗 但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这种艺术的表现 它总是有一些新的手法来表现 表现出它不同的意义 但这时候你其实可以以一个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它 而不是抱着固有的那种观念去反对它 这是其中一个小点 再往后的话 就讲到艺术家创作的一个过程 这个创作过程 它首先会提到 特别是我们看过去的作品的话 比如说一件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那个作品就像之前说的 它是在委托人的要求下去画的 所以它并不是说艺术家去完全表达内心的东西 所以它需要考虑到金主爸爸的需求 比如说它要把一个什么东西画进去 你就得画进去 然后它要画的大概什么样 觉得你就画 要修改的话 你就得按它那个修改 所以这里就是说 就是说那时候的创作 跟我们现在的 现代艺术创作是完全不同的 包括有一些艺术 艺术品制作出来是供人去把玩的 这个我想的就是 比如说中国的卷轴画 卷轴画其实是画出来 当时都是比如说文人收藏的话 它是一点一点展开 就是说它甚至观看的方式也不一样 就卷轴画它是相当于的一个卷轴 你这边摊它一点 那边就收回一点 放在桌子上这样去看 就是你始终是看到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就是整个卷轴画的一个场景 而不是说全部展开去看 就像我们现在放到 如果放到博物馆里面 它是全部展开的 但古代就是那时候的文人 他看画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不同 所以包括他这种看画的方式 是会影响到这个艺术家去创作的 就比如说卷轴画这种东西 他会画很多东西是把 是要把画面去隔开的 就有点像比如说看连环画一样 它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它是一段一段的 然后这每一段中间 他会有一些东西去把它隔开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艺术 我们如果看一幅画 或者是考虑艺术家去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是需要考虑它的时代特征的 而不是说它的创作 跟我们现在的创作是完全一样 对它不完全是像现在 我们要放到博物馆里面展出这种形式 然后提到艺术家创作里面 他用到了用到了合适这个词 对right 这个词就是说合适 其实他提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也会遇到 比如说我们摆设家里的东西 就是家里的摆设 你要把它调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或者是你插花什么的 或者你要搭配不同的 不同物体的颜色等等 其实都是在做一种 做一种调整 要使它变得合适 这里你会考虑它的一些样貌呀 以及色彩等等 那艺术家创作画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的 只是他面对的东西更复杂 他要设计非常多的 甚至十多种几十种颜色等等 就他面对这个更复杂的情景 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你要去在这种琐碎中去 去让你的画面 就是到那个位 到那个位置 显得就是这样 这种合适的感觉 所以他用那个拉斐尔的一个创作 就我们看草地上的圣母这幅画 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构图 但实际上拉斐尔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 他画了很多草图 在想这几个人物的位置 以及他们头的方向是要怎么办 其实进行了非常多的 进行了非常多一个探索的 但艺术家很可能 没法或者说 不会把这种具体的细碎的方式 探索方式给表达出来 甚至有时候他们可能也并不能说出 为什么是要这样 他只是觉得这种方式是最合适的 所以就很多杰出艺术家 他就是 就说画这个东西 可能他有一定的 有一定程规 就是如果你画的一个还行的画的话 他是有一定程规 但是如果你要画的杰出的话 他是需要超越这些程规的 而进行一些 或者我们所谓的一些神来之笔这种方式 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蓝衣少年 就说按学院的说法 就是蓝色不应该画在前景 应该放在远处 但是画家对手 他就故意画了一幅正好 证明这个是错的 把这幅画倒了一下 这个蓝衣少年 他就把蓝色放在前景的位置 证明那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在艺术里面 没有那么多的程规 你可以去进行一个探索 最后一点就是说到趣味问题 趣味问题 或者说我们说审美 或者是鉴赏的维度 就是站在一个看话的人 或者是欣赏异贵的人的角度 你看趣味 它这里引申出来 就是审美力和鉴赏力 这是一个美学的范畴 比如说前面有很多 封不得戏如果探讨 那个作画的过程 以及画家要解决的问题 以及所见所知的那种矛盾 这些等等 可以归在艺术式的范畴 那趣味其实是一个美学的范畴 那美学的话 其实像我们上次也讲到 顾麦里希他是觉得 觉得是有杰出的作品 肯定是有好的作品 但是具体是怎么好的 其实不一定能完全用语言给描述出来 就像前面说他说没有 有时候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的 就像我们说用沃尔弗林 那种形式分析去分析的话 其实有时候你套进去 并不能说明某幅画是优于另一幅画的 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以及这个整体的概念跟我们的整个人类的文明 或者是教育是有关的 他下面就讲了 也是他在那个采访里说的 他是说艺术作品 就从美学角度来 如果你去说哪个作品好 哪个作品不好 没法完全的进行一个科学的分析 就科学是可以研究艺术史 或者研究风格的变化 但是没法去解释 就为什么一个作品是伟大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又是存在的 就是宝坏它还是有一个差异的 那这种东西它是融在我们文明之中的 所以布里希它其实是特别 它是特别喜欢古典的文化 或者是古典的艺术 因为那个是沉淀了很多 比如我们的历史文明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很敏锐 或者是很直接的 哪怕你没有那么的学识 你不知道很多东西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它对你的冲击或震慑 因为你是孕育在这个文明发展中的 包括它可能举了一些道德上的东西等等 所以但这个东西是没法 没法去完全的用语言 或者磕舍方式去讲清楚 但它这里还提到一句话 就是说 古老的格言说 趣味问题讲不清 这是一句好像是一句拉丁语 还是在建筑里面提到过 但它说的这个趣味问题 讲不清它的层面是一个 它在这里是说 趣味问题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它有一个观点 或者说 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趣味的变化是 是可以捕捉到的 就是说 它比如说趣味是受到一个阶级 或者集团制约 或者受到 那个时代的风尚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它举了 风景画的例子 就是说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新的类型出现 像风景画呀漫画也好 它并不是说 以前就完全没有 而是说在某个时期 产生了对风景画 或者对漫画的一个需求 包括他之前分析 那个哥特 哥特那个风格也是 所以说其实可能很多在历史上 很多很多类型的东西 或者说很多风格的东西 它都是有的 只是没到没到有大规模需求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不会大量发展起来的 而一旦出现了这个需求 它才慢慢的发展 比如说风景画 当时可能有很多 很多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新的 就资本主义 那个逐渐发展起来之后 就是包括当时不是还有撞油等等 这样一些风尚 可能这个时候 人们才意识到 这个风景画是非常美的 以及他们有很多人需要定做这种风景画 放在家里 就有了这个需求 只有风景画才开始流行起来 这里可以看到趣味这种东西 它是有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一个变迁 但是前面 比如说前面做个人审美 或者说审美那个东西 它是没法去用语言在描述的 最后其实也没什么 它最后的一些建议 就是大家反正直接看 看这个导论也就知道 就是说你还是要多去看原画 然后要跳出那些 就跳出那些成词烂调 就是大家比如说你看了这本书 你就觉得这个画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幅画表它是这个 但实际上它只是这个书的一个观点 或者是某些人的观点 但你自己完全可以在这幅画中去发现新的东西 或者说有的人说觉得这幅画特别好 或者很多人觉得这幅画特别好 但你可能入门的时候 你会需要去参考一些这种观点 但是当你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跳出来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用自己一种全新的眼光去大量艺术品 就相当于我们说 把之前学的东西都忘掉 然后重新去 从脑到那个白板重新去看这个艺术品 这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一些角度 分享的内容 这里 这还有一点就画稿和速写 画稿和速写 其实是 这个是我在监制里找的一条 觉得还挺有意思 那就是说拉费尔他举拉费尔的例子的时候 他那个这几幅画 就是叫速写 这个是相当于是 你画一个画之前做的一个草图或者是一个预想 然后他可能画的会比较粗糙 但是但到后面他也发展成一种类型 一种艺术类型 就是你可以拿这个速写作为一个作品 那就成为一种未完成的美学 然后画稿的话就是前面 前面讲那个 丢了 对丢了 他这个就是一个画稿 画稿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所做的习作 他画的其实是还是比较精确的 只是他不是作为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作品 就是作为一个习作 这里就简单的提一下画稿的 starly和sketch的一个区别 今天的主要内容就这些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会有很多相讨论吗 这个后面问题我们待会可以再谈论 前面这些有没有想讨论的 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直接问就行 但是既然他就是这个好的作品既然没有 只要既然没有那种 就是稳定的标准的话 那你怎么评论他是一个好的作品 你有一些比如说既定的规则 或者既然有一些建议 我原来就是说你可以判断一幅画画的还行 就是比如说通过一些方式 比如色彩或者什么 或者是那种形式分析 其实是可以看出一个画的固形的话和画的合格的话的差别的 但是对于比如说对于最优秀的那批结构可能真的就是不同人的或者不同人推崇或者不同人喜爱的喜爱的那个画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就是说那些画可能至少大家都会认为它是肯定是合格的作品 我觉得是合格这一点是可以去分析出来的 但是至于哪些是真正非常杰出的 对 所以可能是不能用一种 用一种特观的方式去表达 就可能每个人他觉得他喜欢这个画 他喜欢哪一点哪一点 然后那个人觉得他喜欢这些方面 或者他喜欢另一幅画 但那个就没有一个完全 比如说我能像公式一样的套出来的一个客观标准 我是认为认为 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包括其他同学也可以 也可以讨论讨论 那几个人 不行 还有八倍 办公主席他这里面提到的 对但他也有自己的偏好 比如说他对现代的 他更偏好一些古典作品 因为他认为那个是 是就像他说呢 就是融合了我们过去历史文明的一些东西 但他个人对 他也有喜爱的现代作品 但他整体上比如说对一些特别先锋的 好像他对一些特别先锋的表现方式不太不以为意吧 我可能觉得觉得就是他没有作品没有固定的标准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对对刚才我是这么对的 然后对比如说他自己有偏好 比如他这一些一些很先后的作品 他可能觉得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沉淀 就还不能完全的展示出他的核心的东西 所以他会很强调就是文明 这种长期文明的一些影响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杰作的 什么是杰作我觉得确实可能真的不太能 我就说真的不太能从客观的角度来 来说吧 就像他之前上一期吧 也讲过那个形式分析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通过线条通过构图 通过色彩去分析不同的画 但是你会发现有的话 他可能用了同样的构图 或者用了同样的线条 但是就是一幅比另一幅 整体上就会更好 冷军我不认识 还有我看话很少 你没有谁认识吗 现在我看的也挺少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说的什么文化 大家还是还是观众都是靠 都是照自己的所见来 自己创作或观看 没有摆脱所知的影响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每一幅作品都是带有历史感的 就是我可以从这个作品中看到当时的风俗啊 当时的人的习惯啊 什么宗教啊 或者是就是每一幅作品都是在历史 有没有就是我的意思 有没有就是那种完全破裕时代的 他是完全不共享的 或者是反正那种未来 就是自我创造 我觉得至少是非常非常难的 就是说就包括其实很多 我们如果看艺术史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任何一个人的作品 他是有同时代和前人的一些影子的 就你想一个画家 他如果要画画 他不可能完全不看其他作品 他就去进行一个创作 他一旦看了 他就会 他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 而且而且很多 特别是我们一些很多画家 他可能最初他是进行一些模仿 他可能要模仿当时的一些 其他一些有名的画家进行一个画 然后再慢慢探索出自己的一些风格 以及创新 但是 但是这个我跟你说 就不要去通过 就不要去把艺术品造成的历史 去分魂各个朝代 然后它不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没有这个不是一样的吧 那他那个是说时代精神是吧 你说的 那个是对 他那个是说 他时代精神是说 那个时代的作品都是这样的 都是什么盛藏气象那种 是这个意思 嗯 但他比如说 你现在这里 他他会他肯定每个艺术家 他都是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的 只是他他的这种创作 他不可能是完全凭空 对他要受到 他也可能受到前 就是之前的一些艺术家的影响 他可能受到同时代的 但是你看每一个 是学习谁的 就那种 比如说梵高他他好像之前就受那个 艺术流的感觉 那个动态 炫窩的感觉 梵高其实受那个修拉就有影响的 就比如说他他 梵高其实早期还画了很多那种颠采画 就他们都是有有观念的 但是你会发现每个艺术家 他都有自己的特点 就是上次说那一次说 不能完全 完全凭那个 就是说一个时代的画家画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模式 不是这样的 只是他们 但他们之间有区别 但是每个人他又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就是他们的路子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是有关联 就是在踩在前日肩膀上不太发展 但是他们并不是 就是完完全全独立的一个个体 这样子 对 你就想创作这个过程吧 包括你写文章也是 你肯定是看了其他作品 你才慢慢去摸索自己的创作 就 你从学画开始 你其实就这样 有一些东西 所以 所以这里面 我又没有摘那句话 好像 我在前面摘的应该是木马 陈思路 他摘了一句沃尔树林的话 说 大概就是说艺术家并不是从 啊 这 对 就是一切绘画得益于其他绘画的比 得益于自然的要更多 就是比如说我们画画的时候会一般会先有一个什么教材或什么 就至少你哪怕毕加索他开始是画那种写实的学员派的那种画 然后他再慢慢他再慢慢去进行他的创新 然后也会受到其他画家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有风格 对 我说为什么 对 那那个不羡慕 对 那换个角度就是那如果我是气象徒家的话 那我画的云彩是更漂亮的 就我知道他这个云彩他是怎么变化 他 他他他 嗯 你可能画出更多的细节 更快的发展啊 就是 是吗 有可能 有可能 嗯 你 你就相当于知道更多的细节 就是知道这个云的变化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朵云跟另一朵云 差不多 嗯 就是这云 反正都是云 就是云 比如说像我们看都是花 这种感觉 但他比如说气象学家或者一个主播学家 他知道每一个花具体有哪些不同 有哪些特别 但你刚刚说的不是越真实越好 对 啊 不是越真实越好 不是说不是越真实越好 而是说 而是说你 你在逼真的这条道路上吧 嗯 你当然可以越画越像 或者是越画越逼真 但是 但是他说艺术的维度 并不完全只是 只是要追求逼真 对 但是比如说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比如说你气象学家 你知道各种云的特点 但他不是说要完全去 把这朵云画得很逼真 而说他画出这个云的特点 对 所以他可以用一些夸张的方式去表现他 嗯 而不是画得跟我们看的那个一模一样 所以我还是觉得要抓住一些基本特征 对 才是成立的 如果连基本特征都没有画在这边 无法让人产生这种原型的话 就是他他他他存在的这个信息可能是是是是是是 所以这就丹娜说的那个要 要找出事物的主要特征 然后用艺术方式把这种特征给 表达的比较明显 那如果你是一个抽象抽象的话的话 其实你也是在传达你的某个观念 嗯 其实他不完全是逼真的维度了 就像他说可以是功能的相似 也可以是那种夸张 也可以是那种夸张 就是那种特征的一个我们想找 嗯 莫老师来说一说 莫老师莫老师是要说什么 他写是 哎 哎 莫老师带了 嗯 应该 说得很 莫老师的信号也不太好 那 艺术家 哦 莫老师然会 那莫老师再当会然后 是吗 艺术家的范图 就是制作 哈哈 比如这个里面啊 嗯 就是制作图像的 人 他关注就是制作图像的人 他关注就是制作图像的人 对 你也可以是艺术家 嗯 因为刚才在关注里面跟他讲 就是有一些分艺术家 他相当于他是受制人民 他的雇主 嗯 这部分他没有办法是思想 嗯 他创造的作品 就不叫做艺术 嗯 也不是这样吧 就是 应该这么说 就是那时候没有 这个 就从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可以称之为艺术 但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没有艺术这个概念的 就他只是去做 就只是干一个活 但是他在他在干活 干这个活虽然他不是 就不是当成一个自我表达啊 或者是审美的方式 就我们现在这种方式去进行创作 但是他同时 比如说你如果看艺术故事这么说 他他还是在里面进行一些 他要进行一些超越前人的一些方式 就是他会想怎么 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 怎么更好的 把这个活干好 嗯 就他有一个 他跟其他其他的干活的人 还是有个竞争的 那我们再谋谋一下 虽然我们说在甲方的需求之下 但是我也要一会出好作品 其实我想说是这部分人 在我们经历的是个工匠的时候 他创造的作品 他能做过艺术 可以啊 就是只是那个时代 他们当时可能没有这概念 但是从我们现在回看的话是可以的 莫老师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莫老师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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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 因为还有什么问题 届 tint uten 师 那画的好像 我来看一下 画的可以像 这跟拍照也拿区别 就是完全画的 这跟拍照也拿区别 你拍张照就完了 所以孟老师的意思是这个 超写实 我记得艺术的故事里面 是不是也提到 对这里面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逼真 为什么在 现代逼真的 这条路走不通 或者是不继续走了 就是因为摄影的出现 就我们现在如果拍照的话 就已经可以 就比如说在没有照片的时候 是吧为什么我们可以推测 为什么他要画成逼真的样子 因为他要比如说他记录画肖像画 或者什么要记录那个人的样貌 或者要画一个风景画 他要记录那个地方的风景 因为没有照相树的时候 他只能通过画画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 他是可以去无限的追求逼真的 但是一旦比如说出现摄影技术之后 其实这条路就没必要了 你再怎么画你也不可能画得跟照片一样 实际的意义是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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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其实其实你这种画法 就而且在追求逼真的这个角度 就是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 我印象太久了 那个才是最真实的 那个我有点想说的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所谓的 就是绝对的真实吧 因为你本身 就比如说你哪时候拍一张照片 你调不同的光圈曝光 它的出来的那个结果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人 他人眼看到了这些 接受到这些光线的强弱 并不代表他本身 这个物体本身的 就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它只是你自己所看到的 那每个人看到的 可能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没有所谓的 应该所谓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刚刚有同学说 那个冷军就是那种超写实的 我觉得他也是一种 对于他所 就是他所观察到的 那个事物的一种描绘 就他因为我看过冷军 他自己在说他那个创作过程的时候 他也是说他每次在尝试 不断在尝试画得更加细 更加就是朝他那个方向走的时候 他也是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的 也就是说他不是一直都是 比如说我第一次画就是这样 然后我以后画还是这样 他不一样 他自己在不断的观察之中 他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相对主观的一个事情 这是我的想法 好 吴老师说的非常对 就是摄影你看他也有 现在摄影 比如说他作为一种艺术化 不同人拍出来照片也是不一样的 他取景调那个光 所以他其实也哪怕是这样一种 看上去非常 很在线那个逼真的一种 创作方式他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角度的 只是 只是我就画 或者绘画的方式在往逼真这个道路上走的话 确实 或者你说空间就很小 当然他也可以在这点细微之处 还是能做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说 有画应该比照片保存的更久吧 就是他的寿命更长 就即使他的功能跟照片一样的话 他的质地和和他的保存的时间也会更长 更趋向于永恒 照片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那个纸和有画能比吗 可以请在影响 这还是不一样吧 照片他的像素 其实我觉得超新的比较还有一点 上云 但这个云得不停的复制 对 在云他你只能看得到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电子的东西 实在的 但是如果从保存角度来说 电子 那就是另外维度了 就是你是实体还是虚 还是一个屏幕上的东西 对 就是 出门啊 可能正化的一部分 画出来的 可能会更进行一些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 而且我觉得超新的主有点 他们画那些现实里面没有的东西 对 对 他理想中的完美的情人长什么样 但是他们画什么 不知道你的意思 你拍个照 你要修图是吗 不是 不是我说的是画可能比照片会更完美一些 嗯 照片里修图吗 不是 你画你可以利用人的各种 各种错觉 按照尽可能去完美 但是照片他可能会受现实的一些局限 光线啊 或者是人本身的缺陷啊 对啊 但是你可以修图啊 那那不是 排除修图 排除修图 我的意思是 画可以是去向完美会再进一步 你可以去尽可能的接近完美的那个 结果 但是照片 他可能会受这种现实的影响 是让这个东西他不是 不是很完美 你留一下 就像摩拉里他的微笑一样 那个东西他本来就 就不存在 他好像是 好像是利用了什么什么什么手法 剑影是什么 剑影 就是就是就是他其实跟真实 营造一种神秘的感觉 他跟真实是有差 是有就有 就有差距 嗯 但是他就让你觉得就是 不敢说 就是有这个区别 就是我们说的照片 跟跟摄影艺术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如果只是照片的话 我纯 纯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去写实 复制真实 但是我摄影的话可能也是跟绘画一样 是一种追求艺术的方式 那就比如说 如果拍照我肯定就不去动它 但摄影我肯定要去打光 要去布景 要去调换它的位置 调换物体的位置 那他这些动作其实跟画画的这种思路是很像的 就是有设计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比如说 它的位置 它的光 都是我可以随意去调的 根据我的需要去布置的 是不是有一种现实中存在的 对对对 我看很多画家基本上都是这么说的 就是你画的时候你不用在乎 它这个影子实际在哪里 你要去画它最突出它这个物体轮廓的这样的一个影子 就它其实很主观的一种方式 好 沐老师有什么推荐的介绍一个你喜欢的画家会作品 我没怎么看 达芬奇 我目前喜欢达芬奇 嗯 蓝纳的哦 对对 因为我觉得他 嗯 给我感觉就是属于那种很喜欢 钻研 然后 就是喜欢用那种数学啊 逻辑啊 去去研究这些事物 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欣赏他这种精神的 哦 对你可以把它怎么研究粗的文章刷出来 哦 对对对 对对 用科学的方式 来做好 啊 H12这个问题也没什么可 感觉太泛了 今天我们刚看到博斯的话 这个是当时挺挺震撼 挺震撼我的 那也没有什么好分享 其实艺术故事里面好像也提到了 就博 博斯吧 博斯 嗯 嗯 那那个比较有名的就是人间乐园 可以 我该去库拉多看了原画 嗯 就这个 大家可能有的看过 那是十 十五六十五十六世纪的吧 然后是北方的一个 文艺复兴时期北方的一个画家 就是荷兰那边 那他画这个画就 就是 就是 那就是 就那个时代 其实你很难看到这样一种创作的方式 就是有点超现实的 他画的是天堂人间和地域 是一个三年画 但他在这里面其实创造了很多 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 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比例 就是人和鸟 鸟比人鸟大 然后有一些非常 非常奇特的 人的造型 这给大家细节特别多 所以就可以出了很多手办 不像我 这边这个就是 这边就是 这个我还不是高清的 然后要找一个高清的风 我们有特别多的屁股 你就屁股里黑出鸟 我觉得那个时代 你很难想象 人创作这样一幅 作品 就是 其实也是一种非写质的方式 但是挺震撼的 原作应该在普拉多博物馆 就是马德里 我有机会去的同学可以参加 有机会去的同学可以参加 问 你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 就是有一个村叫油画村 就是里面访了很多 世界级的发家 比如假天使 还比较索 莫奈 韩高 他们访得非常非常低 他们的 他们从来的 从来的价值道路是什么 就是因为就是有人 他没有直播看到人 所以 所以用这些作品的方式 是什么 卖画呢 卖啊 那就是 那就可以了 那 存在的意念是什么 就你不可能买一副 是他分期的原作 你就买一副 我保的很像 艺术有什么帮助呢 艺术有什么帮助呢 密处齿 没啥帮助吧 但是在实用上 应该是 还是挺有价值的 应该很多人画这个 那我直接把他的画下载 他来打印出来 对吧 那还不一样吧 你打印就是一个完全的平面的东西 他如果是油画还是油 就跟你看原作 或者看电子版 其实是有不同的 比如说你原作 你甚至那个那个那个 笔触 笔触你的色彩 是不太一样 包括如果是那种比较厚的油画 他表面是就是偏立体的 对有厚度的 一层盖一层 一层盖一层 那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 到底有啥意义 那依旧有人需要买 我觉得就是这 限量版 用什么常规版 就是他 我觉得他 我觉得就是之所以 就是繁高什么这么伟大 是因为他想把东西 什么的比较伟大 不一定是 是模样的作品 能够取代他的位置啊 什么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他目前的意义到底是啥 是因为商业价值吗 是因为有人需要吗 这个就是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什么什么存在的意义 我没有听清楚 就是说有很多模仿 名价就是完全领模的那些画 有人买 我觉得就完全画的一样的 跟繁高画的一样的 对啊就有人买 可能还是使用性为主吧 可能就是想装饰一下家里 但是打印出来的又效果又不好 打印出来可能觉得太过廉价了 对 不是古代的 对整个艺术的发展 对整个艺术的发展 没什么推动 哎那但是古代不是有很多 你说领模本吗 就是名作的模本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吧 那是因为古代没有 没有照相是吧 我觉得 而且古代古代没有那种空 哎我不知道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你要看画的话 很多你是去博物馆看吗 或者是艺术馆你是可以看到原作的 古代古代基本上都个人收藏的话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有应该有更多的人 有更强的需求 他要他需要这样一幅画来观看 所以会有很多目的 我的意思是他这些人 既然能够画跟樊高一样的 说明这个人还是很有才华 他为什么不去搞原创 去去达自己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呀 有可能也搞的都搞 这边赚了钱 那边那边先搞的 已经搞得出来了 但是他原创不出名啊 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 去见就不了 莫老师考虑一下 我临摹不出来 但是像那种就是比如说习作那些 好像很多学画的人都会有一个临摹大师素描 然后什么习作的过程 嗯 对 对 只是没有拿来卖钱 你有什么通过艺术重新认识世界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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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认识世界 重新认识世界 这个是 是说哪个维度的重新认识世界了 啊 就比如说你 你看了 看过某些作品以后 你发现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哈哈哈哈 不过到那个 嗯 我只能想到看过某些 别人拍的照片之后发现哦 还可以这个角度 我觉得现在接受图像信息太多了 好像是可能不太有那种 啊 以前人的一种通过画来 改变你 看世界方式的 我都觉得 比如说 几个例子上次我上上门去 就是去哪儿 还那个定装照呢 所以那些衣服啊 就放那挂那 就觉得很普通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人穿上 你也觉得很普通 就是普通的 他一件那种 不戴那种衣服 就是那个人穿上之后 然后打上高光 然后在摄影 他没有任何修 没有任何修 就是打上高光的时候 拍出来 很难 就完全不一样 就跟我演的看 好三万五 完全不一样 啊 但他也没有影响你 在看 对 没有影响我 对 只不过他他 而且他拍出来 然后也变得更好看了 跟我 但我倒是觉得可能有一个变化就是 可能你 特别是如果你 进行一些艺术创作的话 应该是能改变 看世界的东西 你应该能看了更多细节 哦 是的 这个是 没有 就比如说你说 莫老师他学画画 他肯定会去 他如果再看 就是日常的 他肯定会很注意那些 光影的 变化 或者是 物体的 位置啊 等等 色彩 嗯 会有 就是经常 比如说你最近在画什么 然后你看这个东西 你就看很多东西都像这个东西 或者是比如说你 嗯 在最近画人像 然后你就会画一些结构线去概括他 然后你 你到外面去 你看所有的人 你都会感觉他脸上有结构线 就这种 类似这种感觉 之前看你推荐那个一眼说话那个书 那里面好像就那种练习吧 就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某个场景去做一些构图 或者是什么方面的一些观察 嗯 对我觉得会观察会不一样 但那就是你得看特别细 我觉得这个需要需要看的特别细 或者说你假设你不搞创作 但你看画或者看 看电影或者看什么 你对那个视觉东西你要观察特别细 看出里面的一些细节的话 你再看日常的东西可能会有些新的 新的新的发现 嗯会有 但创作应该是更直接的 创作应该是给你去观察一些东西 就就比如说之前那个 就是看那个电影的课 不是里面讲很多视听语言东西 然后你再去拿那个东西 再去看电影 确实会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但那个也就是不用创作 就是带着那种思路去观察 你就相当于是 你有这样的知识背景之后 你再去看的时候 你就 他当他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意识到 嗯 非常棒 关于艺术创作的心理过程 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觉得艺术与错觉应该可以好好看一下 这本书就是要研究创作或者是我们看一个作品的时候 究竟在头脑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莫老师不是最近在看海姆的书吗 有什么心得 哦 对对那个艺术语识直觉 其实还是比较深的 我感觉有些部分比较难懂 而且加上翻译的感觉翻译的不是很好 然后就看得云里屋里的 哈哈哈 那你再去看原文 看原文呢 对我就拿着原文 应该也不是原文 是英译版 然后跟国内两个 两个版本对照 对照着读 好像哦 他有些地方能懂 好像艺术与错觉翻译的也不是那么好 那艺术的故事我觉得翻译挺顺 艺术与错觉也是翻译中翻译的吗 对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写的时候比较难 那语言风格不一样的 这个完全是用很通俗的语言写的 对对对 艺术创作的心理过程 试一下自己的心理过程 莫老师要剖析一下 没有呢我还没搞装作 但是不是很多就是画家都会有写过这方面的东西吗 好像比如说 哦有什么推荐的 对啊 达芬奇好像都有吧 但但我没怎么看过 我只是知道有我还没看 就不推荐了 但但应该有很多 好像很多画家都写过类似的 要不就是那种 就是一些手稿啊 什么书信集啊之类的 啊所以微风堂堂大了 刚才在 嗯 嗯 好吧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吗 啊对米罗的话就是特别耳朵 嗯 嗯 大家如果没有其他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什么也要是我亲 你 好像没 mad 你等一会就学吗 对 对 这还有 这是比较转强 嗯 哈哈哈 轻转强 嗯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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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我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下周应该是微风旁岛的地形